Hello 大家好 我是Aid 我整理了12月的活動 今天跟大家介紹 雖然整理得比較久 但我跟大家介紹一個詳細內容 首先六大主要活動 就是火箭隊 田野調查 不是 特殊調查課題 還有蛋 枯化出來的寶可夢和之前不一樣 不力吉翁登場 諾奇也鳳凰重返 還有Pokemon Go Holiday 和Pokemon Go冬日週末的特別活動登場 12月的活動一攬 由即日起就可以挑戰我們的火箭隊 把目老大 而且可以捉到閃電了 首先前提是要完成特殊調查課題 大家捉了沒有 我都捉到了 遲些會跟大家分享 12月17號就是今天 開始就會 蛋中孵化出來的寶可夢不同了 大家開始去孵化 我手上還有確實資料 12月18號至1月7號 不力吉翁登場 團體戰 大家跟大家介紹 12月21號至12月23號 鳳凰樂奇也重返 大家也會跟大家介紹 12月24號至1月1號 Pokemon Go Holiday和橫跨 12月24至1月1號的獎勵 12月24至25號 補足補充寶可夢時 可獲得的星星沙紙加倍 12月28、29 補足補充寶可夢時 XP經驗值加倍 12月30至11月1號 就敷彈距離減半 12月28號有個Pokemon Go 冬日週末活動 就是那天星期六的 就是那天的活動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不力吉翁 先 登場時間就是12月18至1月7號 他攻擊就是192防禦229 耐力209 最大CP30 100IV數值就是1727和2159 這隻精靈其實沒什麼用的 開圖加PVP 那推薦招式 道館和PVP適用的就是 電光一閃和葉潤 如果電光一閃的速度 好像可以 五秒發一招葉潤的 那天氣加性就是 晴天、出太陽和陰天的 他的草和格鬥是 陰天是格鬥 晴天和出太陽是草的 那攻打他推薦人數就是3至4人 比較穩陣 那他大師聯盟的排行就是41 高級就是30 那推薦帶 用的屬性多數是飛行的 因為四倍黑就是乘2 因為飛行 不是不是 格鬥加草也是怕飛行系的 還有兵系、火系、毒系、超能力系和妖精系 那好啦 火焰鳥 因為具備了火系和飛行系 那蛙頭頭用飛行系的招式 烈空座也是用飛行系 高奧子雞飛行 超夢夢就是超能力 妖精和飛行就是波克機師 那這些都比較推薦大家用的 那我們鳳凰和洛奇亞都有重返團體戰的 重返幾天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資訊 那由12月21號至23號 這兩天就會回來團體戰的 如果未捉到或未捉到色違上次 就盡快去捉 那這段時間 不力一翁都會參加的 那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資料先 那諾奇亞攻擊 193 防禦310 內力235 18V數值 2115 和2645 那他的超能力系飛行 都是一個天氣加成 就是強風 那推薦招式就是醒覺力量 和勇了晚攻 天氣加成就是強風 都說了 人數推薦3至4人比較穩陣 那推薦對戰的精靈呢 多數是惡屬性 冰屬性 岩石屬性 電屬性 和幽靈屬性 班基拉斯 電脫龍 最近觸的代基拉勇 冰衣貝 以及那些騎拉地納 都適宜去對戰 那鳳凰 火系飛行 天氣加成那時候 就是出太陽 晴天同的強風 建議人數就是2至3人左右 那比較穩陣 他攻擊239 防禦244 耐力214 100V數值 2207 和2759 那推薦消息是龍理 神鳥 眼擊 或者預知未來 那推薦大家用的精靈呢 岩石屬性呢 有誠意的傷害 那就是比較好一點 所以推薦大家多數會用岩石屬性的 那還有電屬性和水屬性的精靈 首先岩石屬性 班基拉斯 戰脫龍 代基拉勇 和超級龐西 水屬性呢 就是 他有卡 電屬性我沒有列到 不過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就是雷公 那這個呢 如果大家欠色 或者需要他的話 就可以去抓了 那我們講一下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Pokemon Go Holiday 首先我們的Pokemon Go Holiday 是12月24日至1月1日 可以在7公里蛋夫島 就是阿羅拉綠尾 戴帽皮超 阿羅拉酸山 鼠和鈴鐺 那個驚角鹿 野外刀 出現呢 就是我們的 信屍鳥 雪童子 扭拉 和我們的噴鐵熊 噴鐵熊 我們新的精靈 我都不知道 它是 什麼款的精靈 所以呢 要等它出現了之後 才可以知道的 還有其他兵 毒性的保可夢 在兩星團體線 可以遇到 大武雷超 那如果呢 我們呢 冰寒 有利無組 就會遇到 我們幾何雪花 還有高火戰隊 就加入了 信屍鳥 暗影寶可夢 那好了 新色鬼呢 就是雪粒怪 和驚角鹿 靈蕩 靈蕩的驚角鹿 還有新的田野調查 和新復星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 是不是要付費的新復星 要等它登場 那時候才知道 那這段時間的獎禮呢 每日可以開啟40個友情禮物 身上可以帶20個友情禮物 那應該是聖誕節啦 那就是聖誕節送禮物 所以呢 應該可以帶多些禮物 和開多些禮物的 那每日 還可以在補給站 獲得一個一次性的呼發器 那如果呢 你可以草馬一次呼 應該可以的 那 都幾讚一下的 一次性呼發器 官方會不會做個改圖出來呢 我就不肯定了 那呢 剛才介紹那些 很短時間的獎禮 可以看回剛才的段去看回 那好吧 講完Poketmongo 冬日週末的特別活動 那由12月28號 11點到19點的 那呢 雷吉艾斯呢 就會登陸我們的團體戰 在這段時間 五星團體戰 那如果是 用我們的冰寒有利毛組 會出現呢 我們的拉普拉斯 都不是順史料的 那這段期間的獎勵呢 在冰寒有利毛組 旁邊進化我們的冰衣背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特殊招式珍藏的 如果第二天 趕不及進化我們的冰衣背 可以在這段時間進化我們的冰衣背 可以獲得我們的珍藏的絕版消息 那冰寒有利毛組都延長了兩個小時 還有那天呢 可以額外獲得兩張入場券的 那這個也不錯 如果缺息為雷吉艾斯的話 可以去打多幾場 那今天我發現了一個特別的東西 在官方Twitter那裡 有人捉了我們色違的懸綠沙 官方都說 一個good nice looking的懸綠沙 那應該呢 證實了官方已經出了懸綠沙的色違 那我也覺得 很黯然 為什麼這麼快就出了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 做一個懸綠沙寫群日去出的 那如果出了我們的懸綠沙 大家覺得會不會再來一次懸綠沙寫群日 還是官方會再次封了它 再來一次懸綠沙寫群日呢 那大家有什麼提法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一個按讚和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一個按讚 再見 我們可以在下一個按讚 快一點點 我們可以在下一個按讚 我們會不會再按讚 我們可以按讚 и訂閱 光致